其實我覺得當一個球員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工作 因為你一方面可以玩然後享受你的比賽 然後跟你的團隊一起配合然後學習 然後怎麼學到很多生活上可以用的一些概念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榮耀 對球員來講是可以代表國家 不是說可以賺多少錢 但是就是你穿上那個國家隊的球衣的時候 然後你現在看到其實這個不是一個職業隊 然後這個也不是我的大學隊或是高中的 這是一個國家然後我們國家這麼多人 他們只有選了14個或是12個出國這樣子 就會覺得說哇 我沒辦法想像我12歲第一次打籃球的時候 我會有這個機會可以再回台灣然後穿上這個球衣 我每次回來的狀況就是剛賽季打完 然後也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好好的跟球隊訓練 然後配合這樣子 就是直接開始打比賽了 然後狀況又是不是說就是開賽這麼好的時候 當身體痛的時候很多時候你會想要放棄 但是你記得你出國你是代表台灣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OK每一場比賽 我每一分鐘可以上場 我就想要百分之百給我最好的 因為現在我不是代表自己 我也不是代表一個球隊 我是代表一個國家 在亞運的時候雖然我們才剛輸了 沒辦法到金牌的那場比賽 但是我一下場地的時候 然後碰到媒體啊 他們就在問我這個問題 你代表台灣你有什麼感動 我就真的就快哭出來了 因為我覺得確實是比我們想像的還好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榮耀一個祝福 然後我想好好的把握